第13题,有个试人小组准备诱图中5种容易进行实验 这4位同学提出了下列关于5个试管内容易的氢离子浓度和PH值大小的叙述 请问哪些同学的叙述是正确的? 1号同学,氢离子浓度的大小,甲大于乙,大于十的负七之方大M,大于丁大于物 2号同学,氢离子浓度的大小,甲小于乙,小于十的负七之方大M,小于丁小于物 3号同学,PH值的大小,甲大于乙,大于七,大于丁,大于物 4号同学,PH值的大小,甲小于乙,小于七,小于丁,小于物 我们看到图示中,甲是一个酸 而我们的乙是把甲的容易拿来稀释后的结果 所以甲比较酸,乙比较不酸 所以氢离子浓度大小是甲,会大于乙,PH值的大小是甲小于乙 而丁跟物来看,物是一个碱 丁是把物的碱拿来稀释后的结果 所以物比较碱,丁比较不碱 所以PH值的大小是物会大于丁 氢离子浓度大小是丁会大于物 而我们的饼是纯水,是中性的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的甲是最酸的,物是最碱的 因此我们的氢离子浓度的大小应该是甲,大于乙,大于丁,大于丁,大于物 而我们的丁是我们的纯水 它氢离子浓度大小就是10的-7次方大M 而看PH值的话,氢离子浓度越大,PH值越小 所以P的大小是甲,小于乙,小于丁,小于丁,小于物 而我们的纯水,PH值就是7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,我们的1号同学跟4号同学的叙述是对的 因此第13题问我们说,请问哪些同学的叙述正确的 我们答案选的是B,1号和4号